马英九总统昨天到了高雄 去二度探视超马妈妈 这两个人一讲到了马拉松 画夹子就停不下来 这个马总统还欧漏说 这个超马妈非常乐观 是因为他的家庭背后 有一个很有依靠的力量 那么马总统还亏自己说 如果这个超马妈妈是周美清的话 恐怕都无法陪他到法国了 趁着南下高雄 马总统再度探视超马妈妈 你回来以后 台湾的医生 有没有跟你说 台湾有类似的这种症状 有没有 那你是法国的问题 法国的病菌太毒了啦 你真的来不及呢 欺负我们台湾人 两人交换跑马拉松的经验 马总统也讲到他的第一次 你觉得这很恐怖 我第一次跑马拉松的时候 十个脚趾 有六个都充血 對啊 對啊,你看马拉松 觉得很正常啊 对,我也是觉得很正常 过几天就好了嘛 而超马妈妈的丈夫、子女 始终一路陪伴在旁 让马总统相当称赞 自叹不如 主要是我 因为我背后觉得老公 家人都有毛病 他每不觉我还没有受伤 所以我们一家 还是跟以前一样 所以我也没有感觉 我是受伤的要的 是不是 老公的爱 真的 这个老公 这个老公是不错 这个老公 把他预约下一辈子的 太脏了 毫无疑问 他有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 有太太有女儿 永远都是他的后盾 先生还陪到 陪到这个巴黎去跑 我在想如果我太太是他 要我陪到他的巴黎 不一定 真的吗 最后马总统送给超马妈妈 一纸慢跑表 鼓励超马妈妈的跑步生涯 还不到画上休止服的时刻 希望下次的马拉松比赛 还可以看到超马妈妈的身影 主题新闻 陈胜一孙 雨昱 高雄报道